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竹胎的YouTube频道啦 OMG What a Derby 对于综艺的球迷来讲呢 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个精彩无比的这个比赛啦 不过老实讲呢 对于这两只墨西赛德球队的这个球迷来说呢 是相当的失望这样子啦 不只是利物博 埃福顿的球迷呢 我觉得呢也会对于这一次的这个成绩呢 感到相当失望啦 那究竟呢 我对于这场比赛呢有什么看法呢 马上呢就进入本期的这个赛后观看吧 好了感谢你的点击进入本期的这个影片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那如果你喜欢呢 跟享受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也不要吝啬啦 移动一下你的鼠标呢 或者你的手指呢 去按下这个红色的这个订阅按钮呢 支持支持一下啦 那我每次呢在这个赛后呢 我都会在这个IG上面呢 去发布我一些这种想法 或者是让大家偷选呢 你们的这个最强球员以及最差球员是谁啊 那如果呢 你们有想要看到这类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也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这个IG呢 支持支持一下本频道这样子啦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马上进入本场的这个首发11轮啦 那六普呢 在我这里呢 跟我在这个赛前看点的这个预测呢 其实是有很大很大这个区别哦 直接是啪啪打脸啦 那这个我在赛前看点所说的这个 Darwin Nunes呢还有Carvalho呢 不适合呢在这场比赛呢打首发呢 结果呢这两个人呢 马上呢就得到了这个首发机会这样子啦 那我当时候看到这个首发名单的时候呢 我估计克洛普呢其实是有计划呢 想要早早呢去赢下这个比赛啦 然后呢才控制好这个节奏这样子啦 但是呢我一直都是秉持着我的那个想法啦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阵型呢 看起来呢是太过于进攻这样子哦 那艾福顿这里呢其实呢是沿用了他们上一场呢 对了这个利子连比赛的这个4-3-3的这个阵型这样子啦 那中锋这里呢其实是派上了他们的这个新影员哦 Neal Pei啦 那让整个这个艾福顿的这个球队呢 其实看起来呢更加是比较平衡一点哦 Onana呢就做这个防中这样子啦 这几场的表现呢其实都相当不错哦 加上Tom Davis呢是一个比较box to box啦 攻兵性的这种中场这样子啦 配上呢这个Alex Evobe呢比较进攻性的中场的 我个人觉得啦 艾福顿的这个so far 西约呢 我自己觉得可以被理解啦 而且呢我觉得是想排的相当不错的哦 那艾福顿的这个战术呢其实是非常的明显啦 当然就是要利用这个Anthony Gordon啊 还有这个Demarai Gray呢 直接就是去进攻的六普的这个 双边位的这个深厚的这个空间啦 让他们这两个非常速度非常快的这个球员呢 去直接拉到底线啊进行穿装呢 去找这个New Mopay啦 那New Mopay呢又是一个非常纯正的这个中锋呢 可以去进攻这个六普的这个禁区这样子啦 确实啦上半场的这个艾福顿呢 其实打的是非常积极主动啦 不停的都是常穿的去找Grey啊还有Gordon啊 那让他们去进行这个穿装这样子哦 而且呢加上这个主场的这个优势这样子啦 现场的这个球米安娜很深的是非常大声哦 上半场呢其实是打出了这个五股波的这个形式这样子啦 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呢一共呢 都有六次的这个打门这样子哦 双方的这个XG呢甚至呢也是非常直接进的啦 那六普呢整体来讲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进攻哦 其实我当时候呢我一直都在观察这个Fabio Carvalho啦 究竟呢他在打这个左侧中场的这个表现呢是如何啦 那我自己是认为啦虽然说45分钟之后呢 就是因为这个受伤的原因呢被换下场啦 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呢 Carvalho现在目前为止呢真的不适合去主打这个手法哦 而是比较适合呢去做这个超级替补这样子啦 中场呢这个Fabio Carvalho啊还有这个Alien呢我个人觉得呢还是非常不平衡哦 Fabio一个人呢要去做到这个后场呢跟这个中场的这个连接点啊 我个人觉得他一个人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 所以呢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Virgio Vandai啊 甚至是Joe Gomez啊不停的利用这个长传球呢去找Sala啊Trend啊或者是这个左侧的这个Dias这样子啦 那下半场呢直到这个Fabio Carvalho呢受伤下场之后呢Fermino呢就换上来了啦 那当时候我们是直接改成这种4231的这个样子哦 我们就当说这个我就直接在这里改名吧这个就直接放Fermino这样子啦 当时候呢Carvalho下去之后呢Fermino呢就来到了这个攻击中场的这个位置哦 Fabino呢还有这个Harvey也连呢就直接形成了这个双中场的这个感觉啦 但是实际上呢其实Fermino呢在主打这个进攻中场这里呢由于这个战术的熟悉度吧 而且还有这个Fermino呢就是一个后撤型的这个中锋嘛 那甚至呢有时候呢其实还要去变成这个Fabino的这个第三个中场这样子哦 就是去帮助这个Fabino呢在后场呢去赢回这个球权啦 那我们在这里呢在这个Fermino这个热图上面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啦Fermino呢真的是一直不断的去后撤呢 去帮助这个中场呢去赢下这个中场的这个对抗这样子哦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啦 我们的这个左侧中场的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尴尬啦 我知道呢这个Tiago呢在这个周中 不是周中哦周末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会回到这个训练场上啦 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啦 Cavalio呢虽然是很年轻啦但是呢去打这个左侧中场呢 以及这个Havi Elliott啊还有Fabino这个主后我始终是觉得太过进攻哦 在这个防守方面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弱哦 那这场比赛呢其实Kurtis Jones呢又没有出现在这个板凳系上啦 不然呢我自己呢我认真是觉得啦 这一场比赛其实真的可以尝试让这个Kurtis Jones呢去主打这个左侧的这个中场这样子哦 毕竟呢Kurtis Jones自己呢也是一个中场出身的一个 纯正的一个中场这样子啦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球员平均站位啦 那我认为呢Fabio Carvalho呢可以看看哦 我们把Fabio Carvalho弄的那么厚呢 弱位弱的那么厚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决定啦 Cavalho呢通常替补上场之后呢在的这个区域呢都是在这一块啦 那如果我们把Cavalho拉回去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啦 Onana呢也就是在这一场比赛呢 Fabio Carvalho呢打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球员哦 基本上呢身旁完全是没有人呢去对他作为这种施压B强的这个动作哦 非常非常好啦直到下半场呢 这个Fabio Carvalho呢被换下场之后呢 Fabio Carvalho当时呢这个平均站位呢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啦 那我们在下半场呢我个人觉得Onana还打的比较辛苦一些啦 就跟我们在这个平均站位上面看到呢是非常相似的这样子哦 Fabio Carvalho呢还是在这种Half Space啊这一块区域呢但是比较靠前的位置呢是比较有威胁性啦 我们看到呢他在替补上场去打这些曼联啊 或者是这个牛卡斯的啊之类的呢都是在这个Half Space出现的比较有这个威胁性的去进攻这个敌方哦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以目前来讲啦Fabio Carvalho去打这个左侧的中场呢我自己是非常不认同啦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啦欢迎你们大家留言告诉我啦 那Havi Elliott呢直到下半场呢当这个Fabio上来打改打4-2-3-0的时候呢 Havi Elliott呢也逼不得已啦必须呢去落位呢跟这个Fabio呢形成这个双中场的这个感觉哦 那这一点呢其实我个人也觉得啦不太有效果啦 虽然说呢直到这个James Milner上场之后呢在比赛的这个80分钟的这个阶段哦 Joe Gomez呢推到这个右边位的这个位置之后呢 James Milner呢才回到了这个中场啊 当时候呢我才觉得这个4-2-3-0呢是打的比较平衡一些哦 中场呢不只是有Fabio一个人啦 还有一个James Milner呢可以去帮忙Cover这样子哦 虽然老实来讲啦James Milner本场比赛的表现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糟糕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James Milner呢打的那么差了哦 那六普呢我个人觉得啦目前呢最尴尬的一个点呢 是在于这个Trade Alexanderano的这个状态啦 本场比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啦Trade Alexanderano呢又再次送出令人非常非常失望的这个表现哦 只要呢Trade Alexanderano的一秒状态呢 六普就完全打不出任何这个成绩啦 那如果我们现在呢我们列出呢我个人啦对于六普目前的三位创造型球员的Top 3的话呢 我个人会给到Trade Alexanderano的Tiago还有Mohamed Salah啦啦 那Havi Elliott呢其实已经慢慢呢在挑起这个胆子哦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 去成为这个我们球队中的这个Top Creator呢其实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子啦 那目前呢Tiago受伤所以呢我们Tiago这个创造型的这个创造力呢就没有了 那Trade Alexanderano完全完全没有状态 本场比赛呢我们看得出啦 Mohamed Salah一个人呢要挑起这个胆子呢去创造全部的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哦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六普的这个数据啦 数据上呢其实本场呢最多关键性传球的是Mohamed Salah啦三颗啦 那另外一个呢最多关键性传球呢竟然呢是替补上阵的这个Andy Robertson哦 同样呢也有三颗啦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要解决呢是这个Trend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啦 假设呢他一再送出这么糟糕的这个表现啦 我个人认为啦Joe Gomez呢去打这个右边位呢 再让这个Joel Martin呢回到他这个熟悉的这个中位的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或许会是迟早的事情啦 那克洛普这里呢应该也要重新去想好了我们的这个创造力呢到底要来自于哪里哦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依赖Trend Alexanderano的这种传种球啊 还有这个长传能力这样子啦 目前呢Trend Alexanderano打了六场比赛呢完全没有状态啦 所以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令人担心啦 我们就要看看呢克洛普呢到底要怎样去调整这一点啦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比较不同啦 我们先从这个最差球员来开始讲起啦 那上面呢其实我们拿了这个Trend Alexanderano呢 还有这个James Milner来开刀啦 不过呢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啦 本场比赛最差球员的这个选择 其实我会给到这个Louis Diaz哦 那Louis Diaz这个盘球能力呢是确实是非常的好啦 那这个对抗方面呢 其实我觉得Louis Diaz也有一直的在进步啦 但是呢他这个Decision Making哦 在这个Side Home呢我在我的IG上面也有讲啦 这个Louis Diaz的这个Decision Making呢 他这个做决定的这个时机呢 真的真的很需要一个进步这样子啦 本场比赛呢其实很多次呢都丢失这个球权啦 数据上面显示呢全场比赛呢 一共呢丢失了15次的这个球权哦 22脚这个传球里面呢有7次是失败啦 听起来呢22脚传球7次失败好像不错啦 但是呢我们严格上来看的话呢 好几次那些传球失误呢都是在进攻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啦 所以本场比赛我觉得我会比较严格一点啦 我会把这个最差球员呢给到这个Louis Diaz啦 那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的想法又是如何啦 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啦 我们大家一起在讨论讨论啦 那如果讲到这个最佳球员的话呢 老实讲啦6辅阵以外 我还觉得真的是有点难选哦 对手的话呢我就可以讲出好几个 我觉得表现非常好的球员啦 像是他们的门将啦 Jordan Pickford呢真的是完全无法挑剔哦 直接变成了这个欧冠决赛的这个Kotua这样子啦 那房总呢这个Onana呢本场表现呢 其实也是让我刮目想看哦 那还有另外一名球员呢 我个人觉得本场打得不错的是这个Patterson 就是这个埃福顿的这个右边位啦 我个人觉得Patterson本场比赛呢 真的送出非常非常好的表现啦 那如果真的硬要讲出六普本场比赛呢 表现比较值得赞美呢 我个人会觉得是下半场的这个Joe Gomez啦 下半场的这个Joe Gomez呢 其实上半场来讲啦 他其实的表现蛮灾难性哦 可是到了下半场呢 有好几次呢在这个防守上呢 都有去帮这个James Moon 或者Chair Alexander Anon呢 拦下这个埃福顿的这个进攻啦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啦 那另外一点呢其实我个人觉得 虽然Darwin Nunez呢本场比赛没有得到进球啦 我自己还是觉得呢Darwin Nunez呢 是值得可以去期待期待了 那本场比赛呢其实我认为呢 有好几次的这个打门呢 都是打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啦 只是Jordan Pickford呢 就这么刚好的可以扑就下他 所打的每一次这个门这样子哦 那在这个前场呢这个Darwin Nunez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有很好的利用他的这个 身高呢的这个优势啦去增顶这样子啦 那我认为呢Darwin Nunez我们可以去好好期待一下啦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啦 但是Nunez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存久的这个前锋呢 我自己还是抱有这个期望这样子哦 那如果真的是最后要选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本场比赛的最佳区员 六普啦 应该就是Alisson Becker啦 铺掉了这个New Mopay的这个打门啦 还有这个Dry McNew的这个必进球哦 而且呢零逢对手 所以本场比赛呢 Alisson吧 我觉得Alisson真的是我们的这个最佳区员而已啦 那也欢迎你们大家留言你们的这个最佳区员的这个人选啦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吧 好那这里呢就来总结一下我对于六普本场比赛这个表现啦 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会打上一个六分吧 勉强及格啦 那我一直以来呢我在这个赛前看点也有提到啦 在Goodison Punk呢我们的这个战绩呢本来就不是很好哦 那这场比赛呢数据上呢其实我们也是有这个23次的这个打门啦 要挑剔的呢就是这个部分的这个球员的表现呢 其实是非常让人失望哦 刚刚也有提到啦对手呢 Jordan Pickford啊 Nathan Patterson啊 Onana呢全部都打的这么好啦 六普呢其实不管怎样去打门的都没有办法呢 打进这个一个进球哦 那我个人觉得啦六普目前来讲呢其实 真正需要的是要摸清自己 要到底想要打的战术是什么啦 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的话 六普的这个战术其实是非常的凌乱哦 上两场比赛呢我们打着这个围九的战术啦 这一场呢我们突然从这个围九的战术呢 直接改为这个纯九的战术啦 那我们也因为中场人员短缺的这个问题呢 改为一个4231的这个打法哦 那很明显的就是完全不周效这样子啦 希望接下来呢其实六普呢可以好好找到自己所想要的这个足球啦 那这个中场这一块的范围呢 我们现在有着这个Utermelo啦 那我也希望Utermelo呢可以快快的去跟这个队伍训练呢 那好好地融入这个球队里面啦多一双腿呢好过少一双腿啦 现在就是我目前的这个想法哦 那本赛季呢完完全全就是六普的这个换学的这个 换学的这个时期啦 所以呢我觉得球迷们呢我们要加油啦 辛苦是辛苦啦 但是呢我们也要去接受这个现实这样子啦 那希望六普呢当然是可以好好地这个找回状态啦 You never walk alone啦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于本场比赛的这个赛后广告啦 那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这个最佳球员以及最差的球员到底是谁哦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